张衡数星星 两只锅锅站在一片宽大的树叶上 鼓掌着身子像是在生气吵架 繁茂的绒树上一只缠儿躲在树叶中鸣叫着 一只小手突然伸了过来 缠儿吓得停止了鸣叫 爷爷喊道 恒儿小心呐 小张衡吓得从树上摔了下来 痛得哀呦一声 奶奶拿着一把蒲扇 边走边喊 摔着了没 快过来 让奶奶给你把身上的土担担 小张衡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转身就跑 爷爷跟在后面喊道 你慢点 夜深了 小张衡缠着爷爷问 爷爷 天上星星这么多 到底有多少颗呀 爷爷笑道 你数数 小张衡耍赖道 哎呀 这星星太多了 我根本数不过来 爷爷 小张衡 满脸惊讶道 大勺子 你看 就是那边倒挂的七颗星 你看它们连在一起 像不像你奶奶 盛汤的大勺子呀 小张衡 小张衡聚精会神地找着北斗七星 眼睛 眼睛都看花了 突然发现身边有颗小星星 冲它扎巴着眼睛 吓得大惊失色 奶奶一边缝补着衣服 一边呵呵笑着说 太晚了 该去睡觉了 第二天 太阳微微露出了头 一群大雁从天空中飞过 小张衡站在书房里 拿着书简认真阅读 关于星星的故事 吃饭的时候 小张衡依然舍不得放下书简 举着筷子半天都没有夹菜 窗外 昨天那只蝉儿又回到了树上 此时正欢时地叫着 此起彼伏的蝉鸣声 让小张衡非常生气 他烦躁地把书简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 聪明的小张衡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用棉花塞进耳朵 感觉屋里一瞬间安静了 后来小张衡长大了 他把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 以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结合起来 开始了试制观天查地仪器的工作 在他所住的灵线里 张衡告诉人们 天是球形的 像个鸡蛋 天就像鸡蛋壳 包在地的外面 地就像蛋黄 这就叫做魂天说 每个人